继《芸汐传》之后,张哲瀚两部新剧也是备受期待啊,《芸汐传》最近真的是火热到不行,该剧是由张哲瀚和居静一主演的,上演一段甜蜜的虐恋,张哲瀚和居静一也是宣粉无数,这一部剧也是广受好评,没有沉重的历史感,服饰上也是很唯美和精致的,给观众一种清新脱俗又不失质感的全新视觉体验。 张哲瀚的新剧《昭歌》也早已杀星,这一部剧由吴锦炎、张哲瀚、宝建峰、吴嘉宜、林又威、孙少龙、刘敏、李一同等主演的,张哲瀚在这一部剧中饰演的激发,稀奇的王子,在昭歌做质子,西州的开国君主,正妻是一江,拥有着广阔的胸怀与长远的眼光,在商朝民不聊生的时候,解救民众与水火之后, 成就了一代明君,小编还要说的是,这一部剧里面的米热和张哲瀚,还是一如既往,的喜欢着同一个女人,念缘啊无脸,米热饰演的是五更,一位为亲情所困的少年王子,他爱一江,但是一江却不爱他,真是又是一场他爱他,他不爱他却爱他的玛丽苏的感情戏码嘛。 张哲瀚和米热的《相爱相杀》的孽缘,又在持续上演嘛,而且这也是和李毅童的第二次合作了,难道这也是半腰倾城,的再续前缘嘛,无脸,加上米热人都齐了。 这一部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映,具体的上映时间还要等待官宣了,真的是等到花都谢,了。 张哲瀚的另一部新剧一见不清新,这一部也是暂定在今年播出,具体的播出时间也要等着官宣了。 这一部剧是由张哲瀚和李毅轩主演的,张哲瀚饰演的是俊美富有,却又尖酸刻薄的西餐厅老板杨静一,因为母亲的逼婚,不得已和张小强签订下了假装恋爱的协议。 因为张小强因为家事向杨静一借钱,所以只能答应他的要求,张哲瀚在这一部剧的造型也是十分的帅气的,看多了古装的造型,乍一看就觉得是非常惊艳的,这一部剧也会有很多甜蜜的戏份还略带着有些虐,这一部剧也是必会火爆的吧。 记归西传之后,张哲瀚这两部剧,可真的是为波鲜火啊,对于这两部剧,不知道小伙伴们期不期待啊,对于这两部的具体上映时间,我们只能密切的关注官方了,等待着官宣,不知道对于张哲瀚或者是这两部剧,有什么看法呢,可以在下方留下评论哦。